大家好 国际首先看到这几天全球都高度关注的探索铁达尼号残骸的泰坦号 在失联5天之后搜救行动终究是以悲剧收场 美国海岸防卫队22号证实已经发现了泰坦号的残骸 那么内部5名乘客因为内报全数都罹难 那么就有一段TikTok上网友制作的模拟画面 现在在推特上是被大量的转发 画面非常惊人 显示这个潜水器 它在下降的过程是瞬间的爆炸解体 而且整个过程仅约0.03秒 一起来看 可以看到模拟泰坦号内报的过程呢 可以看到潜水器是突然被强大的水压压扁 卷缩之后是接着爆炸解体 只剩下气泡还有残骸 那么影片的标题就写上 当一面金属和海水将船的一端撞向另一端的时候 这个船体就会立刻将潜水器里面的空气 加热到太阳的表面温度 那么这一切都会发生在0.03秒 也就是30毫秒之内就会发生 那么接着看到印度总理莫迪 他在21号的时候是到访了美国来进行访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尽管他不是第一次出访美国 但是却是第一次以国事访问 也就是外交的高规格来访问美国 那么作为东道主的拜登呢 他当然也是给足了面子 配合莫迪他的饮食习惯 当时是在今天的国宴上以全速来款待他 不过在一早的白宫欢迎的典礼中 拜登他疑似又恍神 C明明就宣布先演奏印度的国歌 再演奏美国的国歌 但是呢拜登他好像没有注意到在演奏印度国歌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他立刻是致敬 不过呢拜登他随后自己也发现 就默默地把手赶快放下 一起来看 拜登在发现当时演奏的国歌是印度的国歌之后呢 就慢慢地把手放下来 不过对比印度总统莫迪 总理莫迪他在演奏印度国歌的时候是保持全身不动的速力姿势 形成一个强烈对比 那莫迪这一趟他的访问呢一向重点就是要会见美国的商业界 以及科技的大佬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双方也就一些问题呢是讨论潜在的重大投资 那么说到马斯克这位有钱又有权的全球首富 他是非常的活跃在社群媒体上 他经常呢是在推特上面针对了时事来发言 更常常因为犀利的评论成为一个话题 那么最近在科技圈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 就是马斯克他在推特上是向脸书的创办人祖克博来下了一个战帖 那么祖克博他也给正面的回应 他表示给我地址先来听新闻报道 可以看到呢祖克博他是在自己的IG上写上大大的 正面的迎战马斯克他的对决 而在天文中呢他还有一只就现在的画面 他是自己发布了自己恋柔道的一个画面 那么其实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来自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名人 叫做诺法尔他在21号的一个发文 当时呢他就提到Meta现在准备推出一个叫做Threats的新软体 准备就是要抢购推特的市场 事后呢他在最后的这个文章 他就以软体是否会成为Twitter的对手作为这个文章的结尾 那么这个文章呢瞬间当然是引发了马斯克 吸引到他 他也留下一个留言 反风的语气他就写道 这个事件呢肯定是迫不及待要被Meta给控制 这个时候呢就网友就回应他的留言说 马斯克你说话呢要小心一点哦 因为祖克勃现在已经开始在练柔道 就是在指呢祖克勃他刚刚的这个贴文发自己练柔道的一个影片 那么马斯克他也回应哦 他说他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愿意来单挑 那么马斯克他这一回当然是立刻传到了Meta执行账祖克勃的儿力 祖克勃可以看到他就截了这个图 然后转发马斯克的动态是写在自己的动态上 他就写下赶快给我你的地点直球的对决马斯克 那么这立刻呢是引发美国媒体的报道 马斯克接着他又直接的回应报道的一个记者 写下表示呢决斗的地点就会定在拉斯维加斯的八角龙 也就是呢终极格斗冠军赛UFC的格斗地点 那么接着他又不明所以的是写到呢 他有一个绝招叫做海象 那这个绝招呢就是躺在对方的身上 什么事情都不会做 最后又说自己从来不运动 除了把自己的孩子抱起来 并且是把他们抛在空中 那么坦言自己不运动呢 现在当然也让网友看得很精彩 就对比他和祖克勃的一个体能状态 可以看到呢39岁的祖克勃 他在疫情爆发之后 其实他就开始练柔道 那么最近在加州举办的一个巴西的柔道比赛中 他还夺得了一面金牌跟一面银牌 那么现在呢两个人要决斗的消息 在网络上是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呢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约战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是呢两个富豪就是开开玩笑 那么根据引发整个话题的事件开端 诺法尔他最新的贴文呢 可以看到目前决斗的场地 确定呢是在拉斯维加斯打动模式呢是比照UFC的规格 可能的裁判是一个喜剧的演员叫做Joe Rogan 那么曾经是跆拳道选手的媒体人 他也主动地提出他要替马斯克来做训练 为他来为比赛做好一个准备 那目前呢两个人到底是有多认真 UFC的这个主席他就表示他已经和两个人双方都已经谈过 而且他们呢都是非常认真的要来对决 网友甚至替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格斗的海报 不过呢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变数也就是呢可能会告吹 是因为呢马斯克他的妈妈呢很忧心 看到这个贴文之后就强力地阻止两个人要来打架 甚至呢是转发马斯克的文章说 不要开玩笑只可以用言语来战斗 而且呢你们的战斗还要是坐着中间要间隔四公尺 谁说话有趣谁就赢 甚至呢还到诺法尔他的贴文下来留言说呢 比赛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么尽管没有人回应马斯克的妈妈 但是呢马妈妈他还是持续的留言 最后呢马斯克他终于是回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笑脸 全网现在呢也都很关注这个打斗的时间 到底会是什么时候有一个确切的日期 那么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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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